臺中行大前大隊長林明佐 經過一頁偵訊 早上十點 從廉政署搭車前往臺中地檢署 檢方在訊後向法院申請擠壓禁見 林明佐是在五月二號被中檢帶回 偵訊 他在任職臺中行大大隊長時 接過全國最大線上博弈網站的勤資 但卻遲遲沒有展開調查 中檢懷疑行大有人涉案 加上刑事局也收到檢舉 林明佐涉嫌泄密 甚至名字還出現在博弈網站的帳策上 檢方搜索他辦公室和住處後 將他帶回到廉政署證訊 中檢認定他涉嫌泄密 包庇犯罪組織 還觸犯了洗錢防治法 以及貪污治罪條例的公務員 財產來源不明罪 有逃亡湮滅 未造勾串共犯之餘 林明佐擔任台中行大大隊長 偵辦過無數案件 包括馬沙拉蒂主嫌張敦亮 涉及的博弈網站 以及在海外薩摩亞設立分公司的 博弈網站 沒想到這一次卻涉嫌 對博弈網站泄密 還疑似貪污 另外現任台中市行大副大隊長 以及柯貞隊長 也以證人的身份被傳喚 訊後被請回 而新聞無連詢問 趙英光 蕭月 SNG台中報導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